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景当中呢,需要添加哪些配景环境 首先从它的这个背景来看呢,这个我们主体建筑的背景啊,应该有一些环境上的树木和一些背景城市 那么我们可以添加一些配楼体块来作为它的背景 那么这些配楼体块呢,高度上面大家想应该不会超过我们的这个主体建筑 那么呢,还有就是说恰当的可以添加一些环境的这些植物绿化 那么前方呢,前方是它的一个商业广场 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商业的一些元素 那么比如说这些散座呀,人气呀,可以放一些这个花盆来美化这个广场 那么在道路上面,我们看道路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商业和道路之间呢 来做一个这种栏杆,作为这个挡车的这个栏杆 那么在这个马路上面呢,我们要添加一些车 那么特别是在近处的地方,我们是需要摆放一些筋模的车 好,现在我们就来对场景的这个配景呢,来进行一个添加 首先呢,我们将它的这个配景的建筑来进行添加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合并进来 我们找到这个配景建筑 好,我们选择所有 打开 我们看这些配景建筑的位置,啊,我们将它这个移动到相应的这个合适的位置上去 还有说我们这个配景建筑呢,在这个高度上呢,大家要注意不要超过我们的这个主体建筑 而且它可以不用有太多的细节 它的细节呢,肯定不会超过这个主体建筑 好,我们现在来这个渲染测试一下 我们纸框圈下半部分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渲染的精度呢,比较低 所以说它这个后面呢,是比较模糊的 而且出现很多这种杂色的这个感觉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参数提高了之后呢,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这个配景楼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将远处啊,也放一些这个配景建筑 复制 那么远处的呢,建筑可能会更小一些 来测试一下 好,那我们暂时啊,确定好这个配景这个建筑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场景中呢,摆放一些绿化 大家看这个广场的前方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来布置行道树或者绿化的话 特别高的这个树木的话,它可能会很挡我们的这个主体的建筑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人为的啊,将我们的这个行道树呢 将它的位置向后移 也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主体建筑一半以外的这个地方呢,开始来布置行道树 那么前方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细小的一些花坛啊 或者是这个小的一些怪木呢 来作为它的这个前方的这个绿化的配景 好,我们将这个树木呢,打到场景当中来 好,我们选择这一棵树呢,来添加进来 合并 好,这个树的位置呢,我们注意它的位置 还有是它的这个高度 好,我们量一下 好,10米的样子,还是可以的 我们将这个树呢,来进行一个复制 注意,代理文件的这个树木啊,要进行关联复制 我们可以让它的这个大小啊,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当然我们之前学的是用这个插件啊 插件将它的这个大小啊,进行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人为的呢,给它一个角度上的旋转 好,人行道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可以暂时啊,不用去摆放树木 大家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十字路口 更细节的一些考虑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十字路口呢,放一些红绿灯 我们将这个树木呢,摆放完 这个人行道的这一方呢,也会有一些树 我签做的就是这一方呢,我 followers去从哪一边 这个渍钓里面上这一方呢,就是这个红绿灯 后方的这些树呢 我们就用复制 我们把这个一组呢 来进行一个复制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还是我们可以 框轩到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摆了植物的地方 好 我们看刚才 这个摆放的这个树木呢 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前方呢 这个地方呢 也复制几棵 然后在这个两栋楼之间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主体建筑 这个前方的这棵楼 和后面之间呢 要有一些绿化带 可以把它隔开 好 再复制一颗过来 这边 好 再复制一颗 好 再复制一颗 好 再复制一颗 好 我们看这个广场上面 这个里面有一些水系 那么也有一些小路 我们可以啊 在这个里面呢 布置一些小树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大的这个效果 好 这里的树木呢 还是不是特别够 我们把这个树木啊 可以人为的在这个加大一些 好 我们想让这几个树呢 原地缩放呢 我们把这个桌标系呢 改成它这个自身的坐标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输入它的比例 那么它就是原地的缩放 我们再改回视图坐标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几棵树呢 也稍微放大一些 好 我们再测试一下 好了 我们把这个树的位置呢 再移动一下 还有就是说 大家看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玻璃上啊 并没有反射太多的环境 我们可以将这个行道树呢 复制过来 复制到它的这个对面上 对面那么可以反射一些这个树 显得玻璃质感会更好一些 好 我们把这个行道树呢 复制过来 好 再看一下 好 现在这个树的这个基本的位置 也确定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布置前方的这个一些配景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布置配景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我们可以先从背景开始布置 也说从后往前来布置它的一些配景 那么越往前的这些这个配景模型啊 要精度更高一些 而且要这个看清楚它的这个材质啊 还有质感要更好一些 好 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看这个广场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摆放一些商业的这些散座 好 我们把一些散座 它属于商业街小品的这个内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些散座 那我们可以找到就是商业氛围的一些散座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喝咖啡的这种散座啊 更能显示它的商业氛围 好 我们把这个散座呢 合并进来 好 注意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环绕的这个圆形的商业综合体 好 那么在高度上呢 我们要量测量一下 它是否符合这个真实的高度 好 我们看一下2米5差不多的这个比例 可以不用进行修改 好 我们这个散座呢 可以围绕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呢 来进行复制 我们记住 摆这个散座的时候呢 也要一组一组的 你可以是比如说两三个一组 三四个一组来进行排列 那么让它有一些随机的一些变化 不要排列的太过于死板 但是那地方都要发起这个关系 但是上一片里แต下 我们哇 那边再一个 唉 所以 我可以使用腹筛筍带筍 increí查 你要 它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将它稍微往外移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贴图呢 好像是已经丢失了 我们把其中一个散座呢 顾虑出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材质编辑器 打开 用一个材质球呢 来拾取这个材质 好 大家看 现在它是一个这个多维材质 那么我们将这个 每一个材质呢 点进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贴图 那么显然呢 这个顾虑色的贴图呢 它是丢失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对它的这个贴图呢 进行一个查找 好 我们首先点开这个路径 那也就是说这个位图的这个路径 那么来根据它的名称 来找到它这张贴图 好 我们将这个之前文件的目录打开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看是否能把它的这个贴图呢 找到 它这个名称是0010 好 我们去找0010 好的 这个地方 大家看 根据它的名称 我们把它的这个贴图找到 来进行再次的打开 好 大家看 这个贴图已经被找到了 那我们再返回来 再将另外一个材质找到 也就是它的边缘这个位置的贴图 好 那么应该还是在刚才的那个目录下面 好 我们将这个绿色布料呢 打开 好 现在它这个整个散座的这个贴图呢 就已经找到了 我们看 反回来看它底下的这个材质呢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 序号 ID号是1的这个材质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 有点像金属的这样的这个材质 好 这个材质呢 因为它没有贴图 我们就暂时不去管它 那么当我们找到一个 散座贴图以后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散座贴图呢 也都被找到了 因为我们当时是这个关联复制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将这个后面呢 布置一些散座 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区域呢 布置不同颜色的这个散座 我们可以将刚才的这个白色散座呢 导入进来 好 我们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放到合适的这个位置上摆放 复制 它在复制的时候呢 也要尽量的成组 我会在这个位置上摆放 我们再渲染测试一下 好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贴图已经显示出来了 好 那我们看前方的商业广场 还需要哪些元素 我们可以摆放一些商业的旗杆 或者是商业的这个花池在前方 好 现在我们就将这个商业的前方的花池 还有旗杆把它摆放进去 好 现在我们就将这些商业元素 商业的登旗 还有这个花池 我们摆放上去 好 我们发现这个 它实体和这个报告显示呢 都是以线框形式的这个显示的话 那么就说明它的这个代理文件呢 已经丢失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重新将它的代理找到 好 我们打开这个代理文件 好 已经显示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将它摆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 好 我们还是靠近这个商业的综合体 它旋转一下 好 进行复制 再复制 不再复制 好 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个建筑来复制 好 我们再把这个花池呢 导进来 好 花池的文件也丢失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打开 还是把它移到前方来 还是把它移到前方来 好 我们在摆放这个的时候呢 也可以让它成一组一组的这个形式 好 复制出来一个 这边继续复制 好 好 感谢观看 好我们渲染 测试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位置是否合适 嗯我们发现这个 我们的这个贴图啊 应该是丢失了 还说它的位置呢 没有落到这个地面上 好我们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再往处放一下 好我们还是 稀释材质 那么它这个代理文件呢 还是这个多维材质 我们每一个材质进入 进入到里面进行检查 好这个只是一个颜色的这个材质 好我们看这个贴图 这个贴图啊 一旦我们显示观察不了的时候呢 它就是 呃 贴图路径丢失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这个路径呢 找到 打开 好那么它是一个木纹的一个贴图 我们再去找它的路径 好那么它也是这个木纹的 第三个材质 好这个可能是泥土的这个贴图 我们依次查找 好现在我们再单独渲染一下这个 材质是否找到 好我们看 这样一个这个小型的这种绿化的灌木 小型的花池就已经找到了贴图 好然后我们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进行移动 我们选择代理 给这个转名移动 好 我们下енного转型的糕 起子 来 置 非常 你 起 Tack 看到 關 好我们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给它放下来 并且我们把这个灯的贴图找到 它应该还是一个多维材质 好我们看到这个广告的贴图呢 已经丢失了 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把它找到 好我们看这个商业的这个灯啊 这个贴图已经也找到了 好现在我们重新的渲染测试一下 好现在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商业的广场前方呢 已经有一些元素布置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中呢 摆放一些人 也就是人的一个疏密关系 和远近透视的这个变化 我们要把它掌握好 好现在呢 我们就将人导入进来 好我们还是转换到顶视图上 将这个人呢 拖到进来 我们还是单独的显示一下 看这些人啊 这个贴图都已经丢失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右方的插件上呢 对它的贴图啊 进行一次性的查找 我们来搜索路径 把这个路径呢 复制到这个地方 来直接搜索 好现在这些人的这个贴图呢 已经一次性的都搜索进来了 好我们看 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买放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人所有的这个距离啊 都很平均 我们要把它这个顺序啊 进行打乱 靠近建筑商业根部的这个人呢 要稍微密集一些 也就是说近景啊 我们的人啊 其实是最少的 那么近景可以放一两个 那么中景呢 还是有一定层次的人 那么靠近建筑根部 最远处啊 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密度啊 是越密的 好 我们将人的这个 位置进行调整 还就是我们注意观察 这个人的这个人的高度 应该是在这个实际的比例上 我们就暂且不去管它的这个比例了 把它位置调整好 好 我们将整个场景当中的人啊 布置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顶式图上 分布的一些规律 那么首先呢 从它的这个位置上来看呢 我们需要将它的 近中远都布置上这个人 那么密度上来看 我们将这个 靠近建筑根部的人的密度啊 摆放的是最多的 那么中景啊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人 那么前景呢 也就是说 越靠近我们镜头的这个位置上的人啊 密度并不是特别高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渲染看一下 它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否合适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人的一个布置的位置 那我们近中远都要有一部分的这个层次 那么我们看近处的这个人呢 在一个到两个这个范围以内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靠近建筑根部的人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密度还不是很够 那么包括这一边啊 后边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也可以再多增添一些人 还有就是人的这个 是否对齐到我们的地面上 待会我们还是用这个插件呢 把它进行对齐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将这个人呢 对齐到表面上 我们在这个编辑的菜单里面 通过颜色选择 来把所有的人选择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 对齐表面的脚本 好 用这个物体对齐到缩选表面 好 现在这个所有的人都已经对齐了 我们再把人的这个位置呢 和密度进行调整 对齐表面的脚本 好,我们再渲染一下 我们指框选下半部分 好,我们再观察一下 好,现在呢,这个人的这个位置啊和密度都比较合适了 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广场上还需要放置哪些元素 我们可以在这个广场的这个边缘部分呢和道路之间呢放一些栏杆 那么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商业的内部呢和这个道路啊之间有一个区分 好,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栏杆放入到场景当中 包括道路上的车把它摆上 现在我们将整个场景当中的栏杆还有车都布置好了 那么大家看这样车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近景的这个车啊不易颜色过跳 而且就是说它的这个数量不易过多 远处呢,我们可以稍稍的多放一些车 那么让它有一些这个疏密的变化和透视上的变化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渲染出来看一下 我们先设置一下渲染器 好,我们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 好,其他的参数呢,我们暂时不变 把这里的内存改高一些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的位置 车的这个摆放原则呢 就是说我们透视上的车,尽量呢 近景的这个车呢,不要过大 而且就是它的颜色不易过跳 那么远处呢,我们就可以多放一些车 那么让它的这个疏密关系啊,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还有就是说尽量不要遮挡我们建筑的主要的部分 那么把这一块地方呢,完全把它这个展露出来 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稍微放一点点挂角 挂角树 我们把这个树呢,复制一个在这边 先框现实 好,现在我们可以再渲染一下 利用框现实 把这半部分呢,进行一个渲染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渲染出来的 这个树啊,可能它的这个比例上 可能稍稍大了一些 那我们再把它的位置进行一个调整 好,我们观察左边的这个相机视图 差不多,我们再将这个地方啊,渲染一下 好,我们现在看图像已经渲染出来了 好,我们可以人尾的稍微把这个树啊 往后退一下 让它显得比例不是那么特别大 好,我们可以让它这个树的比例啊 稍稍往后退一下 这样的话呢,显得它的这个比例不是特别失调 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当中的一些元素 已经基本上都添加完了 嗯,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摆放树车人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遮挡建筑的主要部分 好,我们看场景当中还有一些材质 我们这个用这个右键来稀释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后方的RGB的值呢 接近于1的话,那么就说明它这个地方有一些曝光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材质呢 进行一下调整 调整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渲染光子 啊,之后呢,可以就出成图了 我们再把这个材质呢,稀释出来 啊,来检查一下 好,那么应该是这个上方的这个玻璃 玻璃栏杆的这个高光呢 有一些曝光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材质的明度呢 稍稍降低一些 过滤色降低一些 看反射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需要添加器透明的 那么反射了这个地方 我们给人40 好,我们就只渲染这个部分 好,玻璃上并没有曝光了 那么就是底下的这个材质呢 稍微爆白了一些 我们把这个材质的明度啊 再降低一些 好,那么它是一个分缝材质 把明度再降一降 啊,然后这个反射的地方呢 给它的这个树值呢 再低一些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场景当中还有哪些材质需要再去调节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主体这个建筑上面 它的这个高光呢 我们可以让它稍稍再强一点 或者是范围啊 再变大一些都可以 那么为了让在后期的阶段呢 留有一些调整的余地呢 我们暂时啊 就渲染到这个程度 最后呢 我们进行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渲染成图阶段了 那么在渲染成图之前呢 我们先将图像跑光子 跑了光子之后呢 我们调用这一个小的 这个小图的光子呢 来进行渲大图的这个渲染 这样会节约很多时间 首先呢 我们来设置一下威瑞的渲染器 在这个长宽笔的上面呢 我们将这个光子呢 设置成1500的这个大小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先不用保存 在威瑞的渲染面板里面 我们将这个全局设置的 置换反射和光滑效果呢 全部关掉 有场景里面没有这个反射效果和 光滑效果全部都关闭掉 然后才来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图像的光子文件 那么不渲染最终成图呢 把它 勾选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抗拒尺呢 我们先不用管它 那么刨光子的时候啊 并不需要开启我们的这个抗拒尺的一些类型 好 然后到这个GI下面的发光贴图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参数啊 设置的稍微高一些 比如说我们设置成 -3-3 70-50的一个参数 让它光子呢 只跑一遍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存储光子 我们把自动保存呢 勾选上 还有自动切换到读取文件 好 我们存储光子的路径 保存 好 从上至下的这个渲染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光子文件读取出来了 好 我们再将这个光子文件呢 打开一下 好 我们再观察这张宣好的光子图 那么在光子图上呢 我们发现我们之前调节过的玻璃一些材质呢 和有带有反射效果的材质呢 颜色呢 都比较深一些 那么它的 由于它的反射效果呢 被关闭掉了 所以说它没有反射到这个环境上的颜色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在跑光子的时候呢 为了只是去读取一个光子啊 计算的一个亮度 那么就跟我们本身的材质呢 这个关系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跑最终的程度图像 我们最终成的图像呢 一般要跑光子的两倍 那么也就是说 我可以跑一个3000件的这个文件 那么在这里呢 去保存我的路径 保存 好 比如说我们将我们的光子文件呢 保存到这个地方 我们将这个文件名呢 设为C01保存 好 那么在这个威锐面板里面呢 我们将之前的这个全局设置里面 关掉的部分呢 置换反射还有光滑效果呢 全部都打开 然后把不渲染最终的图像取消掉 抗拒尺的类型 我们用这个DMC的模式 好 下方呢 我们选择这个平滑的类型 好 那么我们再观察这个间接照明的一个面板 那么它在发光贴族的下方呢 已经自动变成了读取文件 那么读取的就是我之前保存的这个路径 好 因为我之前呢 勾刷了自动保存和自动去读取 保存的这个文件 那么现在呢 我就可以把我最终的文件呢 MAX文件呢 保存 然后最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渲染图像渲染出来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成图图像呢 已经渲染完成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这个细节 好 那我们看这个建筑上的质感 体感 还有一些场景上的这个内容是否完善到位 包括材质 好 那我们这个白天的弓箭的渲染效果呢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大家首先要记住它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渲染的流程 找参考图 换背景天 然后调节材质 打灯光 最后呢 是到我们的这个场景 好 今天的这个日景的弓箭渲染呢 就已经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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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